来到札幌同个区域就有十多家店 其中有业者主打超浓的纯鲜奶 制成的高档吐司 就算一条要台币两三百块 还是卖得下下脚 高级吐司专卖店 热潮从东京吹到了北海道 即便开在住宅区 排队人龙一样夸张 悄悄撕开吐司松软绵密 还冒着真气 札幌这家吐司店主打三倍奶味 加入国产奶油 鲜奶油还有牛奶 浓郁的香气扑比而来 当周还多了一道吐司味 原来是加了马斯卡棚吐司 另外还有肉桂吐司 满足不同口味的需求 逃客还有机会来个吐司巡礼 越札幌俨然成为了吐司基站区 同个区域就有十多家店 有香槟葡萄干吐司 还有低温长时间发酵的熟成吐司 即便每条要台币两三百块 还是非常抢手 成为了疫情下的疗愈美食 店家们用食材用味道一决胜负 这家店用美因放牧则犀牛的鲜奶 加上梦幻白米制成的米粉增添口感 让吐司不加果酱就充满香气 但光卖吐司还不够 工程机家吐司专卖店还和咖啡厅结合 推出了吐司三明治还有咖啡果汁 毕竟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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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才能在百业萧条的此刻杀出一条险路 記者綜合報導